1985年,邓小平轻轻伸出一根手指,中国军队裁员一百万,消息一出,世界都为之震惊,当时对越反击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国家威胁尚未解除,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裁军?这里面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我们接着往下聊。 1985年国庆,邓小平亲临天安门,观摩了阅兵仪式,时隔一个月又在北京找开军委座堂会,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时,他来到会场,郑重宣布裁军一百万,在此之前,我国军队已经先后三次裁员,将610万的军队规模控制到了400万,若再裁一百万,将意味着还要再砍掉四分之一的军队人员。 于是当他提出这个裁军目标时,很多人心里都感到疑惑,大家一方面担心国家会有战争需要,另一方面也怕军心涣散,影响士气。 面对重重压力,邓小平毫不松口,他从容地说道,这次阅兵国内外反响都很好,唯一一个缺陷就是让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这说明军队高层领导老化,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 而当时的军队一直存在着五大问题,那就是肿,散,骄,舌,肚,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肿,虽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提出过,却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期间还出现了增编大于简缘的现象,军队乃国家的立根之本,只有提高军队素质将军队正规化,国家才能发展得更好。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为军队消肿,为此他还做出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驱胖子是很难打仗的,必须精兵,再减一百万,一是有必要,二是没风险,反正好处多得很。 要知道,当时我国的军队人数,位列世界第一,军费的很大比重,都用在了士兵人头费上,武器装备的进步特别缓慢。 而他们之所以敢在这个时候裁军的原因之一,也是基于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随着裁军行动的展开,这一百万,裁谁减谁成了最大难级。 在慎重考虑过后,邓公决定从两方面着手,首先要清减各级领导干部,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 在这四百万人的军队里,官兵比士兵人数还要多,平均一个军官只领到两个半士兵,干部结构非常不合理,像营级打资源,团职保密员,这些可有可无的职位,在部队里一抓一大把,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 由于高龄现象比较严重,陆军部队也成为了被裁撤的主要对象,为了保证部队更加年轻化,优先裁撤了一些年龄较高的干部和士兵。 这样一来,新型武器装备的学习效率也就有了明显提升,即便知道这是个得罪人的活,年过八全的邓弓也毅然而然地以一己之力扛起了这副历史遗留的重担。 一夜之间,六十万名干部成为边外,占总裁军人数的一半之多。 此外,邓弓还重新调整了各大军区,将原本的十一大军区砍掉了四个,最终只保留了七个,其中最让人出乎意料的决定便是昆明入成都。 起初,大家的基本倾向是将成都合并到昆明军区,因为此时昆明军区是唯一一个还处于作战状态的军区。 另外,昆明军区的班底是原二野部队组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被保留的几率非常大。 可最终结果却是成都军区死而复生,这中间地理位置起了决定性因素。 成都市历代的军事重地,交通便利,物产丰富,而且距离西藏最近,必要是可以给予西藏后方支援。 而昆明则地处边境,战略纵深比较短,一旦遇到突发状况,不利于部队的调动。 这一命令也是由邓公亲自拍板决定。 作为二爷老政委的他,手刀对准昆明军区,可见裁军决心有多大。 接到命令后,时任解放区副总参谋长的何正文组织并参与了全程整编工作,身为主刀手的他,为了国家利益,最先将手术刀伸向自己的子女,命令自己的子女想命号召脱下军装,改变了儿女的人生。 不仅需要到处奔波游走或占有的思想工作,还要提防军官们的糖衣炮弹,这一切,邓小平都看在眼里,他亲自找来何正文指导工作。 头头不动,掉头头,正是这样一句话,让何正文知道,邓公对百万大裁军的信念是要坚持到底的,于是一手拿着大斧子,一手夹着大皮包,走到哪里,砍到哪里。 在裁军大业大致完成后,就连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主动脱下了军装,让全军上下震惊不已。 这一举动也给之后的军区合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福州军区面临撤销时, 很多干部请求司令员江雍辉找首长说情,江雍辉立场坚定地劝说大家,我自己不能去找门路,也不准你们去拉关系。 百万大裁军是党的英明决策,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 在他和军区其他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撤销后的移交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除了裁员工作外,邓小平还十分重视官兵们被裁后的安置问题,毕竟一百万人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在决定裁军时就着重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好好安置转业和退伍的官兵, 为了保障这些官兵们的生活,还专门下发通知, 号召各地政府热力欢迎并合理使用撤下来的官兵,坚决不能让他们受到冷遇。 在此种决心下,我国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裁军百万的目标,重新脱胎换骨。 这一伟大壮举,不仅集约了大量军费,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以李顺的军队建设和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 是我们从此走上了现代化的强军之路。 历史证明邓小平的判断完全正确。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国军队的实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军备快速发展,足以震慑美国,以更加崭新的面貌, 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 这些都是归功于当年邓小平独到的战略眼光。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